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据台湾媒体报道 汪小飞 微博 大S 微博 赞助爱潮 两人以近8000万元人民币买下台北某顶楼豪宅 面积约740平方米 含四个停车位 据了解 汪小飞与大S在台北 购买下三趟豪宅 而豪宅所有权委徐姓自然人 而同在去豪宅区的区内一处房源 则为汪小飞 大S县居豪宅 除此之外 该顶楼豪宅面积达740平方米 还包含四个停车位 若以每个车位97万元人民币计算 豪宅每平单价 则约41万元人民币 为该社区单户交易最高总价 交一次高单价 众所周知 汪小飞近年将事业重心逐渐转向台湾 近期还在市运营的S Hotel 就是以爱奇大S命名 除此之外 就连最近刚刚完成货户的豪宅 也是登记在大S名下 据透露 同在该社区的名人住户 还有肖亚轩 微博 等人 则编 本娜娜和艳师报穷控心酸事 号陈宁陈凯琳 记记歌手和艳 是之前社交网站撰文 自报入行八年间 有好多个月是过零收入 觉得愧对父母 到最近去看歌曲得到回响 总算做出多少少成绩比父母帝 即刻得到好多网民开支持同鼓励 之后曲就在社交网站化 感恩一直遇到好多爱我 帮助我 给力量我的人 上市一定做了好多好事吧 同埋曲见到东网报道曲的篇文章 都特意联络东网记者致谢 重话 曲妈迷地到东网为曲剪辑开片段后 都觉得好感动 赚道前急请阿妈去旅行室后和艳师 接受东网开电话访问 曲话会写那篇文 是因为觉得对无助父母 曲爸爸今年66岁 重要辛苦工作 但作为女开曲就亦都帮无到手 讲到零收入开日子 曲就话当时会少出街 不过最主要都是靠家人经济上开支持 我寒奈以离都毛毙过家用 但曲无会远 我阿妈仲会主动问我够不够钱使 几多钱都肯定 我 所以到我有番少少收入开时候 都好想回馈番区 之前我赚到蜡几文 都请送阿妈去福岗旅行 别钱即刻倾晒 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请买阿拉食饭 同去旅行 持交租要陈莹店之儿之前和艳师 拍四个女仔三个吧 开时候同陈莹 陈凯琳 Grace 做做好朋友 曲都好多现的班好姐妹开帮忙 好似曲2015年同陈莹家分租一年 曲曾经有几个月要持交租 令陈莹要顶埋曲笔 术 但对方都毫无怨言 每人一个月要笔几千文 我有几个月持足笔 但陈莹好好 曲从来某追过我笔钱 我有松动钱就即刻笔翻曲 一家我就已经翻作乌起住 而Grace就知道曲某面收入去买衫 推到吴响出活动 就主动Send付服装sponsor 开 联络资料币曲 被质疑任无助喊 不过其实和艳师 本身家境无措 问道曲社交往度申明收入 经无经历人话曲无病申闻 和艳师九 话都有审过了个问题 但觉得钱无戏重点 如果无期仰无闹我 我已经无办法不生存寒多年 钱无戏重点 只信我本来出道戏作歌手 中途戏无想拍剧开 因为无时吗 之后我收入就去试下 好彩拍摄机会无错 但其实到了课我都系想做歌手 我系觉得有目标无系的一条路 而系需要慢慢去铺排开 又画自己系2004月谈新人 出过已知别但老咪反应 之后千作星梦 都老审过可以 出道好多歌 到处都聚集一由超时任务 开插曲最真心一对 好多人唱那首歌 但就有人同曲讲话无戏曲开功劳 令曲觉得有hat feeling 我系人面前好似好strong 但一上到车就忍不住喊 我好赞成曲讲话也 所以都好hut 就觉得自己要更加争气 何彦师Profile姓名 何彦师年龄 1992年11月2日 24岁 入行经过 曾是香港高尔夫球队代表的何彦师 早年代表香港出战广州亚运会 2009年参加第一届超级剧双正式入行 其后演出多套无线剧 2015年与陈凯琳及陈明等人 和演剧集四个女载三个霸 后成功弹出 作品 无线电视剧是维奴 四个女载三个霸 致命复活即未享天开等 奖项 《新城锦报颁奖》里2014 《新城锦报新登场女歌手金奖》 第37届时代中文金曲颁奖 李 最有前途新人奖童奖 2016年度进歌金曲颁奖典礼 进歌金曲奖 即 杰出表现奖 第17届时代中文金曲颁奖 路階所的所有组合 第18届时代中文金曲颁奖 比起人奖童奖 在里面表现奖童奖 你发动了 杰出表现奖童奖